好 谢谢 让我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话 今天这个时代啊 什么才是最重要 你打开报纸 打开新闻 看看 国攻打国民攻打民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今天你还在乎什么 看看战争的地方 乌克兰攻俄罗斯 以色列 被四周围的回教国打 扎到七八烂 你有多少的金银财宝 几秒之后飞丢 今天你藏了多少金 有一天你离开世界 一点都带不走 你能够带走的只有一样 你做工的果效水的上气 所以今天我们在 我们信主了 我们爱自己吗 我们爱教会吗 你要在世上找一个 十千十美的教会 你永远找不到 你去天上才找得到的 天上不用的 也不用教会了 所以今天无论怎么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你就这样的无私的爱我们 你从来不说不爱我们 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 连你的命都给了我们 主啊今天我们来到 你的十恩宝座前 不是我们有多么的好 多么的辉煌 我们是带着一个虔诚 愿意来到主恩 十恩宝座前 求你的圣灵亲自祝福我们 除去我们身上的杂念 有什么影响到我们的思想的 思维的求你来除气掉 让我们单单专注你 单单心靠你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祝福我们存着一个感恩 谦卑的心 领受的灵 降福的生命来聆听你的话 求圣灵 圣灵保卫师帮助我 你的保血洗净 捷进我的口 所分享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传达得清清楚楚 让弟兄姐妹和我 都能够同摩一个圣灵的造就 谢谢天父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圣灵祈求的 阿们 好 今天我与大家来分享 基督徒怎样管理好自己的灵性 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们会在想 我信耶稣这么久了 到底怎样管理呢 管理一个企业也好 管理我们的情绪也好 你怎样去管理 管理孩子也好 你怎样去管理 我们基督徒的灵性很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比你的世上一切一切都重要 如果你的灵性管理不好 问题来的时候 问题来的时候 你就猛埋咽 苦毒 你就会去找这个 找那个 找那个 结果没有好好找耶稣 所以这个灵性 不管你是老人 中年人 小孩子 你都要好好地去管理的 如果你的灵性 你管理不好 他来管理你 他来管理你就麻烦了 是不是 所以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基督徒是世界的光 世界的盐 然后我们真的是世界的盐吗 盐是实了 我也是没有用的 那个盐 我们炒菜的时候 要炒得好吃的菜 你要用好盐 是不是 那个盐你不可以说 从山上拿来 你就用不适 你要去过力 要去弄好了 那个好盐 才可以用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 信主的人 你真的是世界的光吗 你真的能够照亮你的四周吗 记得点灯 是要点在灯台上 为什么要点在灯台上 因为要照亮全部的人 点灯不是要点在斗底下 我们信主了 我们的光 是要照亮给我们的四周围 你的家人 看你这个人是怎样的 哇 这个人啊 他信耶稣哦 他信耶稣比我还差哦 打马票一流 讲是非一流 然后批评一流 哇 他可以上天坛 我比他会上天坛哦 哇 是的哦 所以今天 我们是世界上的眼上的光 那今天我们承不承认 我们真的是世界上的光 是这样的盐 盐弱死了 为什么都不能 是不是 什么都不能 你炒菜你一定要放盐 如果没有味的盐 你会放吗 不会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要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就是臭了 臭的味道 今天马太福音 第五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来 耶稣要求他的门徒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弱死老味 只能叫他再玄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监塔 你看哦 丢在外面 被人监塔了 没事 为什么 没有用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 有用的盐 不要做没有用的盐 如果今天我们做 有用的盐 你就爱教会 你不会随随便便 你会 你会伪生 你也不会看说 某某人叫我做才做 而且你心甘情愿 来伪生的 不是长老说 哎 你要做 你才来 你勉勉强强做 他叫我做我才做 不是说我心甘情愿 来做这个盐 阿美吗 所以心甘情愿 做的人就不同了 就比如说 男女关系 很喜欢用男女关系 你心甘情愿去追求他 他也要心甘情愿 来答应你的 你别意义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答应我就不去 我把你杀掉 我真的杀掉的人 有了我 你看到报纸吗 爱到死 不是 真的爱到死 把他杀掉 这个人真的是恐怖 如果今天基督徒 你爱耶稣 爱到说 为耶稣死 你不用为耶稣死 你好好爱耶稣 好好看你的灵性 你真的爱耶稣吗 大家还记得 耶稣问彼得三次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神吗 耶稣什么 你第二次又在问他 是的主 你爱他 第三次耶稣又问他 这个时候他思考下了 是的主耶稣 你知道我爱你 这个时候他才静下来 有时候我们很冲动 他说我爱耶稣 我爱他唱歌唱得很好 弟爱耶稣 但是唱归唱 但是下去那边 耶稣是谁啊 耶稣是谁啊 不知道 忘记了 只是那个时候 爱耶稣罢了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爱耶稣 真的爱教会吗 真的 我爱我自己吗 所以这边 言若食老味 只能叫他在先 被人见他在为你 看 言的功用 大家都知道 调味的 然后仿佛解禁的 使人彼此和睦 这是调味 你如果一个人 他可以为那个人 去做调解的 为人调解的 调解夫妻之间 教会弟兄姐妹之间 家庭之间 去调和的 这个是真的有味的盐 如果他调不到的话 他就把人带到更危险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盐是要有咸味才好的 没有咸味是没有用的 所以必须要去体炼过的 体炼过了 除去一些杂质的 才可以 越醇的盐 就会越咸 你知道 刚刚拿出来的 也不能用的 所以刚刚姓主的弟兄姐妹 是正在吃奶阶段 你不可以吃奶阶段 你去吃干粮的 吃奶阶段 你一定喝奶好好喝 奶到一段时间 做妈妈的懂 带孩子 什么时候喝奶 什么时候米糊 我做爸爸的时候 我第一个孩子 我才知道 什么叫米糊 我自己做的 什么叫帮孩子洗屁股 我才知道的 什么是咸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咸 什么是淡 都是从自己的嘴巴 今天我真的是 一个咸的基督徒吗 还是淡淡的基督徒 人家看 不该看的 你也跟着看 人家买马票 赌 上银顶 你也是第一个 跟着上银顶去赌 但是去银顶 每一个不是去赌博的 有的去玩 我认识了 马六甲一个朋友 他喜欢赌 他每一次去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我去 他是VIP的 他有两个房间 我去他免费给我住了 他去赌 晚上我一家人去 他就赌 赌到第二天早上去了 他又白天就睡觉 一直 为他祷告 希望有一天他信主 基督徒真的要闲 如果你不闲 你就是怎样 基督徒 是世上的眼 是世上的光 当这个题目一出来的时候 我真正问我自己 我真的是眼吗 是光吗 是闲的眼 真的是光吗 我的光是照亮我的家人 不是让我的家人看 哎哟 我弟弟啊 我的妹妹啊 我的哥哥 我的爸爸 怎么他信耶稣 信到这样的 怎么人家信耶稣是 哇 生命 说话 言以行为 完全不同的 信耶稣的人 是怎样会感化人家的 不同了 所以这边说 基督徒不能隐藏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你的行为 你的思想啊 没有一个人逃得过的 上帝知道的 魔鬼也知道 但是你自己最清楚 所以说 如果你自己 对自己都不清楚的话 真的很可怜 所以刚才这段经文是什么 人刚才牧师讲 人点灯 是点 不放在斗底下的 而且是放在灯台上 能够照亮的 然后照亮一家的人 也照亮全个世界 今天我们的生命 我信主了 从一年 一直到五年 六年 十年 一直都没有改变 我信主 比如说我们信主了 现在你会祷告吗 如果五年的人来 五年的人 记住 信主五年的人 你们会祷告吗 会 但是会一点不敢祷告 要祷告 所以你看到真的 当我们的生命 能够照亮家人 然后让家人感受到 诶 这我的孩子 信耶稣真的不一样 诶 怎么不一样 我们基督徒就是一台戏 下面的人 全部看我们怎么表演 是不是 怎么表演 他看了一清一楚 如果你为了家人的灵魂 你灵验让吃亏 灵验给他骂 当然了 你看耶稣 他来到世界上 被人骂到 一直骂到十字架上去 骂到十字架上 还是有人骂到他 他为了爱人 当你愿意像耶稣一样 为人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 我们真的很亏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15章5节 主是葡萄树 我们一起读来 主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是 是的 离了主什么都不是 主才是我们 这边这段经文说 主在我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常常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 爱读经 爱祷告 爱灵修 爱参加圣经班 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 当神的话没有充满我们的时候 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神的话在你的脑海里面 心生命里面 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 第一个圣经就会出现了 第一个圣经就会出现了 这个就是藏在我里面 一个藏在主里面的人 他会结果子的 加拉太书大家知道 圣灵的果子大家都会背 会背吗 不背你的话 赶快去背 把它背起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 当然最终是结出爱 一个夫妻如果没有爱 这个夫妻就很可怜了 夫妻是要彼此爱 彼此关怀 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彼此忍让 不是彼此拆毁 为什么今天离婚率那么多 了解了 分开 但是基督徒不是 了解了彼此包容 接纳 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德 就一群罪人 我们是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完美的 在世上你要找一个完美的男朋友 完美的女朋友 没有的 找不到的 找不到 你找得到再找给我哥了 好 找不到的 找不到 这是你怎样去爱他 你怎样爱上帝 你真正怎样爱上帝 你就会爱你的太太 你就会爱你的丈夫 我不是爱了他 我才做这个事情 不是 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他 我真的很爱耶稣 我才侍奉耶稣 我真的爱这个生命团 我才侍奉 这样才对 如果你是他人叫我做 我才做 那个不是要侍奉啊 记得啊 是我心甘情愿 人家不叫我做 我去做 那个才是真正的侍奉 心甘情愿的 阿美吗 心甘情愿的 所以你看 再看下去 这个基督徒需要 管理自己的灵性 很重要这一环 今天 你看 你别的不用想太多 最简单的 主日崇拜 如果这天你都不来了 平时你更不用讲了 你要爱灵修吗 灵修不一定是早上的 当时早上是最好的 耶稣每一次 你看 祂是早上很好的 早上为什么很清静 而且刚刚起来很精神的 很好 如果你觉得早上你起不来 你可以在中午 还是下午 还是在晚上 都可以的 没有 圣经里面没有指明说 一定要这样 但是在早上比较好 拿我自己来讲的早上 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灵性 就像肉体需要管理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肉体重要吗 如果我们的人 有三个方面 灵魂体 这三个 他要好好照顾的 如果你忽略哪一个 他会把你搞垮的 你的身体坏了 你有病了 他会把你拖垮 圣经也不想看 祷告也不想要 什么都不想要 慢慢慢慢 他把你拖垮的 所以你说 要紧呢 我身体很强壮 圣经读不读 从外有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以前我在九货事丰的时候 独立教会 那个弟兄我常常跟他讲福音 他比较他很健康 天天早上起来跑步 他的脚我去摸 哇硬邦邦 哪个都比不上他 结果不到一段时间 他跌下去一跤 结果 拜拜 拜拜还没有拜拜 还有气 他的家人把他送到 送到史加木医院 史加木医院 我去到医院看他 他还在有气的时候 我说你还要信耶稣吗 还来得及啊 你这个时候不信主啊 你一 一闭下去 你没有机会了 我说现在你还有机会信 他真的 那个时候他说 那个时候我好像传 传到我要信 那个时候我就赶快为他 解释信主 过后他的家人也来 因为他的 他的妹妹有一个是仙教士 他妹妹就告诉我 你就问他要不要收起 当场我就问他收起 第二天就回天家了 你看 不要以为自己很床 很床 灵性啊 所以这个灵性 对身体的 自己好好管理 如果你好好不管理 不爱自己的身体 不爱你 他就来管理 那就危险了 所以只管理好自己的灵性 才有力量去照顾神的家 记得 包括我们牧师 如果我们本身整天 哇 这边痛那边痛 这边痛那边痛的话 你怎么样去做事情 是不是 怎么样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真的很重要 我们的灵性跟身体 灵魂体 不可以忽略哪一个 你忽略了 你就 嗯 再看 今天我很简单 没有任何的神学性 我们无法规律灵修的生命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借口 我们可以做的 这是我们不要做而已 是不是 我们不要做 我们不要读 圣经 今天 比如说牧师威 你圣经很熟 牧师威 马太福音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家会背吗 来 这有几个吧 哪里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相信如果你上主日学的 你早就背到耿瓜浪熟了 从后面背的都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现在没事 圣经福音从小就开始 圣经福音三章十六节 从小就背了 但是背了你知道 现在背 圣经福音除了刚才讲的 其他的人会背吗 不背回去背 长老给他们一个功课去背 圣经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他不是说神爱这个华人 那个马来人 不是 非洲人 但是真正 神的写明是以色列明 真的 但是今天 因为神的写明不听话 上帝管教 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爱他才管教的 如果他爸爸说我不管他了 那个很可怜 因为他还爱他 所以今天你爱你的灵性吗 你爱你的生命吗 你爱你的肉体吗 爱 但是要做了 不做了吗 你要领袖生活 我们的焦点不可能对准神 但就是神从天上释放的信号 我们也收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爱 原来有时候身体出状况了 他有信号了 真的 我相信医生很懂的这个东西 他如果身体有信号告诉你 不能这样拼命了 你要休息 结果不要 我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结果 到最后不听不听 结果身体出状况了 哇 那个时候去住医院 世界上最贵的床是什么床 病床来的 他要开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世界上最贵的就是病床 没有这个是贵的 亲爱的兄姐妹 求助帮助我们 我们该怎样 管理自己的灵性 这边的话 第一个 科目神的话 诗篇第一篇 大家会读吗 如露科目吸水 像那种 很科目的那种 当一个人很口渴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不是想到饭 想到水 很想的那种感觉 去聆听上帝的话 读上帝的话 每天坚持灵修亲近上帝 你的灵性慢慢就会成长 慢慢会去上 慢慢会上 坚持你的清晨灵修 坚持看 觉得好像很枯燥 但是 时候到了 自然会结出果实来的 除非是你不要 比如你追一个女朋友啊 你追了一两次就不追了 不可能吗 姐妹 你的丈夫追你多久了 一再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手台 还要追 这样子才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这样的呢 很难去结出果实来的 你生命的果实结不出来的 结不出来啊 久久你就不想来教会了 为什么 你本身都不想 他就会越来越拉着 你不想来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段 大卫从狮子的口中 把羊羔抢回来 狮子有多么厉害 讲到他的力壮 力大有多大 很难 但是大卫他不靠自己 大家还记得 大卫的故事 郭格利亚 知道吗 这故事大家有的很熟悉 但有的人不知道 什么叫格利 扭高马大的 结果来 来跟神的解明 大卫出来的时候 怎么你们这个国家 没有他人来 怎么派一个小孩子来的 但是大卫讲什么 我来不是靠冰城马民 我来是靠野火花上帝来的 真的 野火花上帝给他捡了 五粒的个小石子 很滑的 大卫是甩石子的 很厉害的 我来是靠着野火花 你是靠着自己 不管你有多么大 但是 这个时候 大卫 一字 丢到这边 整个格利亚倒下去的时候 他跑过去 用他的刀把他头宰掉 结果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你看 这个不是靠自己 靠野火花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大卫能够从狮子口 把这个高养 不是他的力量 是神给他力量 阿美吗 所以今天真的 我们要靠上帝 不是靠人 所以神是我们的盹牌既得 神是我们的高台 血气自败 能把我们怎样呢 真的 不能把我们怎样 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盹牌 今天世界不管怎么乱 你对神 你对神的 这个 你认识吗 今天你看 不要以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悠哉悠哉的 真的有一天 这个国家被回教徒 去指证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华人跟教会惨了 轮到我们逃难 那个时候 都要祷告 开玩笑 不是吓大家 是真的 所以求祖帮助我们 好 生活需要有节制 是不是 要训练自己的灵性 我们自己该怎么做 我相信大家是成年都知道这些 所以不经过一个顺利就上场场的视频 你看有一些缅甸的现在打仗打得很厉害 到处教会被炸 然后几个传道人被炸死 来不及逃 因为那个金政府他疯了 人家说他乱炸 炸到百姓乱炸 有一些士兵呢 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 他去抓来 直接上前 当炮灰 一个真正没有上过战场的 你叫他现在去上 他只有说 一祈祷就死了 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你不好好读经 祷告不训练自己 一到魔鬼撒旦试探攻击来的时候 你马上就倒了 魔鬼记得 他是在世界上最大的 除了耶稣 一个都大不过他 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啊 你不靠耶稣啊 没有用的 靠自己是没有用的 所以战场是残酷的记得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一定要凶 一定要狠 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 我们要比他狠 给他们有机会来嘎吵我 我奉耶稣基督徒的名誉 因为我对神的话 有一个一道故事很好笑的 讽刺我们基督徒 大家不懂听过没有 因为这个七夜 刚好是鬼节啊 看他一出来 华人全面烧到 满地都是哦 活动的时候 好好不爱自己的父母啊 父母给他拿一百万 不要给不要给 哇 现在啊 几千块烧啊 烧啊烧啊 你看他大陆上哦 我从四毛月下来 一路烧啊 哇 那个钱啊 一毛火车烧 但是火车的时候 给父母嘛 一飞好像都没有给过 为什么啊 因为华人怕 怕了才这样做 怕恐惧才这样做的 因为他有一个民间的这种宗教 都过来怕 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不用怕的 有的人说这个 七夜是不要娶太太 怕娶到鬼新娘 有的说 不要生孩子 生到会生到那个鬼仔 有的说 七夜不要买车 买到的鬼车 你信吗 有的真的不敢买哦 但是如果你有钱 让我去买哦 我什么都买哦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人的悲哀 他没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 什么都信 到最后 他信这个鬼 你看他 为什么我们华人会这样 我们华人有时候很可怜的哦 叫他信耶稣 你信了一些养教 哪里是养教哦 在那里 所以你看哦 老一辈的就是要信养教 他不清楚 他不明白 因为心里面弄瞎了 看不到 所以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 所以经过训练呢 我们才有离去战场上 我们如果今天你对圣经不熟 好好不崇拜 好好不敬畏上帝 不查经 你一道困难啊 第一个你不找耶稣 我跟你讲 你去找人 找人 刚才我讲的那个一道故事 刚好就是很讽刺的 他有两组的人 这个阴间的这个大鬼就说 哎 时间到了 我放你们出去 一边五个 一边五个 十个出去了 出气啊 哇 去到一家 彼此相爱 好好敬畏神 这一家人呢 这个鬼呢 瘦瘦的他没得吃啊 瘦瘦的 因为这个家庭呢 他不用去嘎叫的 每一个人都很爱主 吃风煮 然后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彼此相爱 哇 这个鬼他 整天要做做这个 他瘦了 但是另外一家呢 这几个呢 去到 这几个家庭呢 天天吵吵闹闹闹 你打下 整天骂架 你讲我 整天吵 整天闹 哇 这边 他吃得肥肥的 为什么 他不用去做什么 他在那边看你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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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乱闹 所以他不用做什么 他就肥肥 结果回到那个鬼王那里 比如说 哎 你怎么吃的 这样肥的 他说肥咯 我去啊 什么都不用做 天天吃天天吃 他们家 吵架 骂架上整天的 乱了 他像提管一样 但是另外一个呢 美女说 怎么这么吃瘦了 哎呦 我没得吃啊 我天天累啊 我想方设法 攻击这个家庭 没有空子进去啊 所以我瘦咯 我也难过 我也进不到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一道故事 讽刺我们基督徒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哪一个哦 所以这个是真的 讽刺我看看 哎 对哦 所以我们真的 如果你好好的 灵性不培养 不爱读圣经 不爱机会啊 跟你讲啊 这件事情来啊 你很难去答得到 很难哦 真的 基督徒如果要活出使命 真的 要做光 要做盐 必定要面临激烈的这种争战 然后 撒旦会拼命的诱惑我们 然后让我们忙于 各种各样的医治到的事情 损害我们的力量 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因为他的时日 越来越少了 他不甘愿像地狱 启示律里面讲 他不要了 时间越来越近 你看哦 妈妈生孩子 大家有经验哦 妈妈 男孩子没有经验哦 从来没有生过哦 所以妈妈有经验 妈妈要生孩子的 越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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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痛到最后 哇的生出来 今天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 你看哦 现在 以色列被几个比较国家攻击的时候 那个伊朗还是大的时候 美国进去到处再来 以后中国一进去 慢慢那个核武器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完 但是上帝有祂的时间了 我们不敢讲 但是上帝有祂的时间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不用怕 不管怎么样都损害不到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阿美吗 阿美哦 所以哦 所以要管理好自己的眼睛很重要 今天这个时代 科技发达太厉害了 以前看电影什么 大电影演戏 现在不用我 自己关在家里面哦 打开会有东西出来哦 有黄色的皮肤 哇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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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出来啊 哇我们有好看的人 就进去点进去看 你就犯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会影响到你 保罗讲什么 眼目的情意 从眼目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眼睛会让你害 眼睛会让你犯罪的哦 会吗 有人说不会啊 不可能嘛 哦 就是从眼睛来的 心里面就是从眼睛 所以有节制的生活 你怎样节制 什么都要节制的哦 看电话也好 看电脑啊 你不节制啊 我们看久了 我们这个眼睛 现在要配眼睛了 本来我要戴眼睛了 还好你们这个很大 所以不用眼睛哦 很大 所以基督徒要得胜手机 这个很重要 得胜夜晚的文化 阿妹吗 有的人啊 年轻人 不要以为他年轻力壮 熬夜熬夜熬夜 熬到一两点啊 等到有我们这个年纪 四五十岁的时候 什么病都来了 那个时候你来不及了 我认识了一个姐妹 她很有钱 可惜她没有信主 她为了她的家人 为了她的弟弟 为了她的妹妹 拼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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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她的癌症 住在医院的时候 她讲什么 我虽然给了我的家人这些 但是我五十多岁 还没有结婚呢 还不知道什么叫男女关系 就回天家 但是她 她自己讲是回天家 我就在那边说 你回得了吗 你都没有信主 你回得了吗 当然佛教师 他去到极乐世界 不是的 没有信主的 你永远经不到 记得 好好为你的家人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 爱 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 不去实行 我爱他 但是没有行动哦 嘴巴讲哦 我爱耶稣 但是没有行动哦 叫你侍奉啊 你能不能教会侍奉呢 恩赐的人这么多 你要叫他 欸你唐地大 欸不会他会 欸叫你来做这个 欸不会他会 欸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 爱 我爱教会吗 爱要有行动 我爱我太太吗 要有行动 爱丈夫要有行动 但是行动不是假假那种行动啊 欸我爱你我假假行动 不是哦 真正行动的 完全 你看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 真正来到世界上的哦 是不是 爱我们 所以亲爱的用人 你爱 你爱他吗 爱就真正要付出的 那就好像学游泳啊 比如说学游泳 你不常常去学 去游去学的话 你根本不会的 比如说 刚才我们 一直躺地大很厉害 你以为他一躺就会啊 他的功夫下了多少都不知道哦 你看现在中国的那个奥运会 那个 那个 塘宝跳那个 哇水花 啵就都不见了哦 什么 你以为他 你解决会他的那个后面啊 多少辛苦在那边啊 才能够成长到这个地步的 十年寒窗苦毒啊 用在一分钟啊 是不是 一分钟不了啊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 不要去成长 不要不要 我跟你讲 你永远成长不了 你去哪个教会都一样的 你永远成长不到 如果你要换这个 跟你永远成长 你本身不想成长 你去哪里都成长不到 这个很重要 你要去练习 要去真的去做 才能够到的 切记啊 亲爱的兄姐妹 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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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基督徒如果不训练自己的灵性啊 就永远赢不了这场熟灵的战战 我们今天是不是跟人打仗 我们是跟这个空间长成者来打仗的 如果你忽略了 他会把你拖垮 拖垮到教会也没有想得 敬拜也没有 读经也没有 查经也没有 他根本不需要 就刚才我讲了一道故事 哇 他在那边肥肥的 还是让他瘦瘦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亲爱的兄姐妹 不断地去帮助 第三个最后一个碗 清楚自己特别软弱的点在哪里 然后寻找熟灵伙伴 帮助 这个很重要 教会里面需要熟灵的伙伴 可能会找牧师 可能会找某某长辈 熟灵伙伴很重要 熟灵伙伴那种是找来一起祷告 一起读经 一起安慰 不是找来讲白话的 讲是非不是啊 熟灵伙伴是一起祷告 一起成长的那种 所以基督徒需要有熟灵的伙伴 然后为了自己 精心守望祷告 这个很重要 这个时代更重要 如果这个时代 你再不努力啊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假若 如果今天耶稣 明天早上来 你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吗 不要偷哦 有的 看看个面子 是不是 等到以后真的耶稣来了 你看看你的上边的人 你已经在上面了 看看你身边的人 这个怎么没有来的 这个怎么没有来的 只有我一个人来的 这个好好去思想 因为圣经里面讲什么 圣经说 当耶稣来的 有一个被提上去 有一个还在下面 好好信主的 相信主的 不是为了一个人 也不是为了某某人 是你自己 救恩是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救恩也不是单单爸爸的 也不是单单妻子太太的 救恩是个人 就像吃饭一样 个人吃个人饱了 是不是 太太你不用吃 我帮你吃 你在那边 你不用吃 我吃饱了 你就饱了 是吧 是这样吗 不是 救恩是个人的 不是爸爸 这是个人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 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怎么说 大家可以把它读完一下 这个 来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人就扶他起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是暖和 一人独处 怎能暖和呢 有人公圣孤身一人 若二人能更低档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你看到 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祷告需要属灵伙伴 教会需要团队 教会需要合成的绳子 才能够成长的 阿妹吗 如果你觉得你很软弱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 找属灵伙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 为什么撒旦引诱夏娃 为什么要引诱夏娃呢 因为夏娃可能没事做 天天在那边游手好闲 所以魔鬼就接着狡猾的蛇 上帝明明跟他们讲了 生命树分别上的树不可吃 吃了必定会死 但是魔鬼接着蛇说 可以吃的 上帝说可以吃的 吃了聪明到不得了 比上帝还聪明 这个夏娃就开始摇动了 对我 比上帝聪明 结果拿了一颗吃的 就自身露气 她丈夫来 她丈夫应该说不可以吃 上帝说 但是她丈夫可能是太爱她了 结果也吃了两个 哇光溜溜 现在两个光溜溜的 送去精神医院了 如果在当时看不到 这个时候罪就开始来到世界上了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要小心 夫妻之间要彼此保护 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保护 不然你不保护她 这个恶者就来了 阿们 二者就来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需要什么 清除你自己的软弱 不要死要面子 本来就很软弱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很事实 包括牧师 牧师不是百分之百的那种精强 我跟你讲 好多牧师是犹豫症多都不得了 为什么 记得 犹豫症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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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八点三八五点 不管了 但是都牧师24小时开着的 如果开不到 他有次找不到你 牧师怎么这样 我是受了很大的攻击过的 这些我们都无所谓了 耶稣都被人家突破上十字架 我们算得了什么 但你要看得开 如果看不开就很难 所以一方面与神的联合很重要 另一方面 寻找树林伙伴保护自己 自己本来就软弱 如果夫妻 你看到你丈夫软弱 你自己要起来 你看到你妻子 她不知道你要去帮助她 互相帮助就起来了 如果你觉得家里没有夫妻 没有结果 你找教会的树林伙伴 找长老们 找上灵修 赌经一起查经 这个树林伙伴慢慢就成长了 除非你不想要 所以让世界看见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全 阿妹吗 让世界看到 如果今天你的身边 不要讲世界啊 你身边看不到你的光啊 你就很可怜了 你的家人多少还没有信主的 就是因为你 一颗小小的 可以了言整个生灵的我 你的小小生命 信主如果你不看重 你不爱你家人的灵魂 你永远得不到他们的 阿妹吗 永远得不到 所以你要让世界看见你 这个人是怎样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必须为神做见证 天天 言以行为爱心上 都要做见证 看在我看了你们的那个慈禧档里面 好多工作 好多 就是为了福 为了主耶的缘故 不想来做什么 这么多 做了做么 还要精神上花钱 花精神做么 为了主 圣经讲什么 无论做什么 为主而做 无论行什么 为主而行 无论讲什么 为主而讲 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必须自己的生命 做见证 真实的见证 不是假见证 真实的见证 才会荣耀神的 阿妹吗 真正实实的见证 才会荣耀神 所以耶稣教导的刺激 是告诉我们什么的 来一起读 来 要先做好盐 才能做好光 灵性管理 是一种一门 长期的功课的 愿 弟兄姐妹 每一个都管理好 自己的灵性 平衡的信仰生活 很重要 家庭 跟你的 你进行生活 很重要 平衡 我们做牧师的 有时候 对家庭不平衡 我们老一辈的 自己做做做 自己的孩子 就很忽略了 有时候我们夫妻 一个人 负责一个教会 有时候忽略到孩子 会跟孩子讲 孩子对不起 有时候爸爸妈妈做的 他们也慢慢理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世上的东西很重要 物质很重要 但是你身边的人 更重要 更重要是 你自己爱 你自己的灵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这样完了 还有一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 做盐好不好 好 但是做什么盐很重要 咸的盐 还是淡的盐 做什么光 你的光是臭光 还是亮光 当然做亮光 所以让人看到 我是真正的信耶稣的 不是让人看到 你说这个是信耶稣的 他可以上天堂 我比他还可以上天堂 以前我在酒后 有一个弟兄 我太太的隔壁家 是做跳筒的 很厉害的 当他信主过后 他信主过后 他的隔壁灵舍 早上起来拜拜 像以前他一样 他就 这样去做人家 我们去烫房的时候 那个人就跑来 你们这个老耶稣 怎么你们信耶稣 跟他信的不一样的 他以前是跳跳的这种的 他们信耶稣 怎么像这样 都来做我的 哇 我们做传道的 听到啊 不懂要怎么说 我跟他教会 我就把这个弟兄叫来 跟他谈 我说你错了 你要见证 把这个人带回来 如果今天 你不去跟他认错 你就拾去了灵魂 而且你修入上帝的名 哇 这个时候 他就真的惊到了 他就跟那个道歉 我说你不道歉了 你实际了真实的见证 也实际了上帝的荣耀 他那太也顺服了 他去做 做了这个就好奇了 这样的人还会给我道歉 慢慢慢慢 还会对教会好感 今天 你对家人怎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这一堂 求主灵来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真的 上帝爱我们 今天这个时代 什么才是重要 你爱你自己的灵魂 你爱你自己吗 就好好的珍惜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大家一同起立 我们做一个祷告 当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你看看今天晚上 牧师所讲的 对你来说 你抓到什么 你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 管理好自己的灵性 有没有爱读经 有没有爱祷告 有没有委身在这个教会 有没有自愿地去做 还是某人叫你做 你才 心不甘 心不厌地去做呢 还是真正地去做呢 无论做什么为主 也做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让保护 如果我们灵性软弱 我们找一个 树林长辈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孩子 谢谢你 你让我在这个教会 姐妹愿意让我 一起来台上服侍 主啊 我不敢求什么 我只求主 带领这个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 人长老们 姐妹们 彼此相爱 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彼此相顾 彼此提醒 彼此保护 让我们看到软弱的人 我们就拉他一把 看到干强的人 我们感谢主 求你继续使用他们 主啊 这个时候愿圣灵帮助他们 透过今天晚上让他们知道 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灵性 让自己的生命去成长 让自己的家人 各必灵舍 自己的同事 自己的身边的人看到 我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是有爱的 我是有爱不是嘴巴讲 是真正能够行动行出来的 雅各书讲什么 没有爱 没有行动 心情没有行动 是死的 所以我们要爱人 要行动 要去做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 愿圣灵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感谢天父这样的爱我们 将祷告奉主耶稣生命祈求的 阿们 先交给助理 谢谢 我们邀请金贝赞美团来 为我们唱这个首歌 结束 Hallelujah Amen 来给上帝来的掌声 给我们个信息 Amen Hallelujah 记得基督姐妹 因为我们是世界的 圆和世界的光 很重要 Amen 不失 而我们将成为 现在就是世界的光 世界的圆 当我们唱这个首歌的时候 你有什么需要的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